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2024年10月26号的凌晨时段 欢迎大家回到现实人生回到现实世界 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国旗的事件现在闹得很大嘛 马来西亚的警察 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超有效率的 第一次看到我们的警察处理这个事情处理到这么快啊 刚才也是接近凌晨的时候 我们看见警察正式发出那个文告 警察已经完成那个调查了 因为现在最重要最重要一点 就是要靠警察呢 黄一个清白嘛 就是要搞清楚呢 到底呢在安顺呢 那些 我们从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吗 这么夸张 是马来西亚人呢 是马来西亚人呢 还是中国人吗 那个 警察呢 一口气找到那17个中国人呢 全部被叫去录 录完口供呢 才能够放人 警察也通知了那个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 交代整个事情的那个经过 然后呢 也同时 也带了那些泰国的跟越南的人呢 也全部一起进去录取口供 去调查了整个事件是怎么样的 然后呢 经过警方调查整个活动呢 整个活动呢 发现一条很严重的罪名呢 就是呢 这个活动呢 乃是非法集会 非法集会 没有申请来胜啊 有中国人 有越南人 有泰国人 总共400人 200个马来西亚人 200个是外国人 剩下200个什么国家的警察 警方还没有讲啊 这样的活动呢 是没有来胜的 是没有申请准证的 是不是 Sori到这里呢 我不能洗了啊 洗地要有良心啊 洗地不能洗到太过分啊 洗地也要遵守国家法律啊 是不是 这个方面洗不到了啊 我跟你讲啊 你们没有申请资料 去举办这个活动呢 这个就是千错万错嘛 所以刚才就看见很多很多人都留言了 都是主办法的问题 申请 我还一直以为是有资料 你搞了400人的活动 你会没有来胜 结果真的是没有来胜啊 所以现在那个外国人呢 挥舞他们国家的国情呢 这个会不会被告呢 这个是 这个到时要看那个法律的那个存置啊 估计是中国人 拿中国国情估计没事 估计我相信是没有事情的 马来西亚人如果拿中国国情呢 估计呢 会有一点事情 但是呢 你整个机会呢 是一场非法机会呢 这个就很有事情啊 是不是 估计全部要被罚款啊 是不是 坐牢应该不会 估计全部要被罚款啊 是不是 来我们来 很快的看下新闻 那这个尼可明部长呢 也出来讲话了 因为尼可明呢 被那个回教党呢 讲说是尼可明主持的活动吗 尼可明有在现场吗 尼可明也报警 然后尼可明就讲了 他也是跟我一模一样的立场 就是呢 主办方呢 要懂得敏感性 主办方呢 要遵守法律 所以 警方刚才的statement呢 是已经叫了17个中国人 去入口供 所以我们知道呢 这个阿克马呢 跟伊丹呢 已经在那边呢 跳脚了 因为最近没有课题 他们没有事情做嘛 吃饱饭没事做嘛 而不是抓着这个课题 咬着不翻咯 是不是 所以 17名中国的公民呢 在那个录取口供 那个警方在那个调查 然后 警方呢 他也罕见的 非常非常罕见的 也是几乎第一次看见的 这种事情呢 我们的警方呢 可以在几个小时里面呢 他就能够呢 正式贴出他的那个文告了 那这个来自那个警方的FB呢 他讲整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子 有400个人 400个人在看200个外国人 200个本国人 所以你看有200个人出席的那个活动呢 起初我看到不明白为什么 为什么警方要用那个非法机会来调查 原来真的是没有license 第二条呢 就是用我们的那个国旗法令 所以你看马来西亚的国会法令呢 任何人不可以在公共场所及学校展示国会 包括外国国旗 他真正我们的法令的那个字呢 叫做任何人啊 实际上呢 外国人也不可以 但是外国人呢 毕竟中国 马来西亚跟中国是友好搬交国家 然后马中间交50周年 加上习近平要来马来西亚了 这个一系列的东西呢 加上我们阿贡呢 才去见习近平嘛 估计17个中国人应该连罚款都不会 应该什么问题都不会有 那么当时有没有马来西亚人呢 在挥舞中国的国旗呢 那个就呢 那个要看了我们的那个AJ呢 那个那边的检查组呢 怎么去判断整个事情了 是不是 所以记得 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公共场所呢 挥舞任何国家的国会 以及任何外国的国家 不可以啊 我跟你讲不可以就是不可以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不可以吗 所以你看看人家的民族呢 多有效率 你这里讲说我没有支持华人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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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马来西亚人 我们现在讲法律 讲law 换卫我们马来西亚国家的尊严 现在看看人家的民族多有效率 看见那些 呃 外国的国旗呢 公然在我们的国土飘洋呢 哇 人家呢 多有效率 立刻报警 那警方也在几个小时里面呢 sector这个东西 所以 所以整个呢 那个活动呢 据说他们的那个网络呢 被取消了 啊 你们自己搞了这样 大家全部都跟得千错万错 organizer 错 所以 尼可明呢 他跟那个吴家梁呢 因为呢 我就讲过很多次 他们 不关他们的事情 如果谁污蔑你们呢 你们去报警就对了 这个不关他们的事情了 那尼可明呢 也在那边讲那个主办方呢 啊 都没有去查好那个法律 都没有去控制那个 那个场面是不是 啊 然后呢 辟里周大臣 他其实讲说 啊 假如是中国人 当然没有问题的 啊 他认为中国人呢 是没有问题的 是不是 啊 我们也认为 假如中国人会武他们国旗 啊 我们也不用计较这样多 是不是 啊 所以呢 我们就要来讲 这条法律嘛 啊 所以很公平的讲嘛 是不是 啊 你看人家的民族多合作 啊 懂得报警 啊 我们呢 啊 OK 我知道大家看到这里呢 我知道很多人会很不满意 刚才直播我们也讲过 巴勒斯坦国旗 巴勒斯坦国旗 可以 真的 如果你不满意呢 你像他们一样去报警啊 你家满街都是巴勒斯坦国旗 报警 啊 所以为什么不敢 两个原因吗 第一个原因 自己也是支持巴勒斯坦哦 第二个原因呢 没人有那么大的档量啊 啊 第三个原因就是 我刚才直播讲过的那个 bonus 啊 不要为了别人家的那个国旗 去牺牲我们自己 啊 你去报警他巴勒斯坦国旗做什么 啊 是不是 你去捍卫中国的国旗做什么 你又不是中国人 你是马来西亚人吗 去捍卫什么中国国旗 是不是 务必要为了这种事情呢 去牺牲啊 谁有犯错 谁没有犯错呢 一切呢 法律去制裁嘛 是不是 啊 所以你要我讲啊 啊 你讲我为什么不去举报啊 这个支持巴勒斯坦是纯世界的事情吗 啊 联合国秘书展呢 都支持巴勒斯坦被以色列禁足吗 他不可以进以色列的 啊 联合国秘书展呢 都讲要支持巴勒斯坦 我当然跟着联合国秘书展哦 啊 就好像那个啊 世界首富 Elon Musk呢 他讲他支持川普 那我不是跟着支持川普的 我很现实的吗 他是世界首富的 你不听世界首富的话 你听谁的话 那个是联合国秘书展的 啊 联合国秘书展讲到 讲支持谁 你不支持 不听他的话 是不是 啊 当然这个是巴勒斯坦是一个战争 是一个人道主义危机 啊 我们也知道那个 啊 那那那那边也是非常非常的过分 但是呢 也不应该在马来西亚呢 这样过分的去 挥舞 人家外国的国情嘛 而且巴勒斯坦还有一个法律漏洞呢 就是呢 巴勒斯坦还不是一个真正的 啊 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啊 但是中国就是这样 你看 你们挥舞中国国情呢 人家几块 工作几块 啊 不用半天就报警给你看了 是不是 啊 所以以后大家举办的这些活动呢 要注意这个敏感性吗 要注意整个东西吗 整个产面要控制好吗 啊 就是我们在直播也也也也也讲过了 啊 要懂得尊重啊 要懂得啊 尊重人家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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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啊 啊 然后呢 连类资都没有申请呢 你讲过分不过分 啊 啊 你看呢 我们我们全国的华人呢 就给这样的糊里糊涂的这个 organizer呢 啊 搞到呢 现在 现在是不是啊 啊 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什么想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回见 嗯 我们下回再见 遠辰 Andre say 点 later 知道